我们都知道近些年的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主张 在世界上广受关注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中国主张 我们看到无论是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 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拥护 这一次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倡议 是正当其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步的成熟 尤其是ChatGPT和GPT4 这一系列的技术走上前台 大家看到了它可以广泛应用的前景 新的技术我们都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 它能够造福人类 大大的解放我们的大脑 解放我们的双手 能解决我们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GPT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在学校 有一些学生可以用GPT来写论文 写作文 甚至ChatGPT能让你轻松的 过一些很难的考试 比如说财务的考试 比如说商科的考试 比如说技术层级的编码的考试等等 它所带来的威胁 带来的变化 事实上也冲击着人类 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人工智能 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中 怎么样让它优势不断的发扬 而它所带来的威胁 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这需要各国共同研究达成共识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 不同的国家出台了不同的规定 中国比较早的出台了我们自己的规定 在这方面 我们把中国的主张 通过一个倡议的方式提出来 事实上也想跟大家更多的广泛交流交往 让大家在人工智能的方面 在新技术的领域达成更多的共识 就是造福人类的发展和进步